我們來談一談 陸客來台效應 大家想說青皇好久沒談 對了 我給大家算了一下兩個半月 整整兩個半月沒有談 為什麼 兩個半月前最後一次談是9月12號 我還跟著大家上街 帶回他們的憤怒 他們就自救要遊行 今天青皇站在鏡頭前要來告訴大家 這兩個半月來出大事囉 對 因為兩個半月的時間 情勢變化非常的大 因為我們現在觀光業狀況真的很險峻 為什麼 你看 這是陸客來台旅客調查裡面 你看 這個在今年10月份的時候 跟去年同期比起來 足足來台的陸客減少了17萬人 17萬是什麼概念 衰退了44% 將近一半 所以這個可怕的紅色圈起來 今年的10月是創下 開發陸客以來最大的單月跌幅 而且衰退幅度的創新高 你看如果按照全年的預估的話 全年的預估的話 大概會比去年減少75萬的陸客 衰退的幅度將近兩成 今天我們在講說 我記得在520之後 曾經我們就一直在預警說 舌頭越鎖越緊 越鎖越緊 這個10月圈起來 大家已經看到這個數字了 什麼概念 我就是不放人過來 我讓你台灣觀光業 慢慢的推進了安靜病房 沒錯 整個觀光業預估 因為陸客我們剛剛講 少了75萬 這樣會衰退多少你知道嗎 多少 依照觀光全年的收入來看 大概市場就少了409億台幣 409億台幣 我們知道去年 去年有400萬的陸客來台 結果你今年你說 少了75萬人次 這是很可怕的比例 沒有錯 所以會衝擊到誰 當然衝擊到我們三大的受災戶 什麼呢 有多大呢 旅行社 旅行社你知道 今年我們出現有旅行業 注意估財源多少你知道嗎 財源1000人 旅行社變成財源大會 各位我們現在跟大家 起算的這些數字 你聽好清楚 都是9月12號以後 這短短兩個半月發生的事情 沒有錯 那另外一個受災戶是誰呢 就是遊覽車業 你看光10月短收了3.2億 預估全年會短收23.7億 遊覽車跟旅行社 衝擊都蠻大的 對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就是觀光夜市 你看光是以40夜市 再加6合夜市去計算 一個月預估會短收8千萬 全年就少賺了多少 9.6億 好 各位 我們給大家看到就是 去年 我們一直講去年是400萬人次 號稱400萬人次 一款頭減75萬人 一個一個衝擊 旅行社 遊覽車 觀光夜市 我們帶您看進 一個一個的家庭 沒錯 我們看進去 你看 這是前旅行工會全年會的秘書長 許高慶他說的 他怎麼說呢 他的說法是說 目前旅行社 裁員的情況很嚴重 有某大旅遊集團 保插力 才剛裁員了1000多人 也有港資的旅行社 一裁就裁掉了7成 你說一個集團 光一個集團 裁掉1000多人 對 然後他還說這些業者 寧可付資錢費 也不願意繼續虧損下去 所以他說可能會發現像彈塔一樣的 連鎖倒閉效應 我一直在想 9月12號到現在 那個時候他們喊得正天嘎想 今天我們衣修會長 來到了新華的現場 他上街也喊得很大聲 可是這兩個半月 我們持續保持聯絡 我們才發現 話無聲不是沒事 已經沒有力氣喊出來了 對 他們就默默的被辭退了 默默的被洗出了觀光夜 然後到處找工作 都不知道找得到沒有 沒錯 你看這邊有一個 開旅行社開了十幾年的一個旅行社 林老闆 林老闆怎麼說呢 林老闆告訴你說 陸客團 這個來台的團費雖然有高有低 但是他們的平均消費 林老闆說 只低於日本客 尤其是陸客團 走到哪 玩到哪 然後買到哪 購買力很強 這跟其他國家是不一樣 養活了台灣200家的旅行社 可是今天陸客團 大幅萎縮的結果是什麼 他開了很久的旅行業 這個林老闆 本來有7個業務員 那7個業務員不得不裁員 裁的只剩下兩個業務員而已 所以今天老闆很簡單 7個裁兩個 我就是挑那種戰鬥力最強的 最能夠刻苦耐了 因為接下來絕對沒有好日子過 沒有錯 林老闆還進一步說什麼 他說他有的員工 因為被裁掉了 只能夠回南部的老家種田 吃自己 那他覺得最遺憾 最可惜的是 他有比較小張的女員工 很努力是個人才 是年25歲的年輕人喔 結果呢 因為他本來應該很有潛力 但是因為他資潛 所以在這一波的裁員裡面 他也把他裁掉 結果這個小張這個年輕女生 到處找工作碰壁 所以他也可能得了 像憂鬱症這樣子 他也很煩惱 你說一個25歲年輕的孩子 然後他因為這一波的 陸客團不來的冰封爆 他被裁掉之後 精神上受不住那個壓力 沒錯 因為到處找工作都求職碰壁 哇 那這個情況呢 你看喔 現在喔 旅遊業喔 他們坊間的同業 還傳出來說 欸 不賺錢已經很慘對不對 還要再加碼 倒貼支付什麼 每個人200塊 這旅客喔 路客喔 一個人200到300塊 人民幣的人頭費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團來 你連賺錢的機會都沒有嘛 這一件事情喔 我們必須說一句良心話 當時就是因為 負重人頭會去搶客人 把整個旅遊品質 銷到一個完全沒有品質的 品質這一步 結果導致於現在這個景況 你去怪一條龍 你就沒有品質 結果現在沒有辦法 這有點隱鎮止渴有沒有 對 我還聽說一個講法是 我覺得 我也去跟過那個遊覽車 到交通部的抗議 我們也去拍啊 交通部他們怎麼說 他們說 今天我們是接學校團的 我們是接國內團 接這機關航號的團 我們跟路客團是 井水不犯河水的 可現在怎麼講 這一些接不到路客團的遊覽車 這些旅行團怎麼樣 開始回過頭來 價格殺得更低 去跟國內團搶生意耶 對 沒有錯 所以你就會發現 他們變成一群什麼 重災區嘛 那另外一個重災區 我們剛好談到 受災戶是誰 就是遊覽車業者啊 所以你看商總的理事長 賴正義他說 他怎麼說 他說 9月12號之後 遊覽車業又倒了10家 他為什麼說又倒了10家呢 因為他說 從520以來已經倒了30多家了 哎呦 大家看這個數字 可能沒有什麼感覺 如果某一個人上了新聞版面 你把它連起來 那個都不是單一事件 其實整個面裡面 突出來的那一點 沒錯 因為你從一些社會事件的跡象 你就可以發現真的不一樣 為什麼呢 你看這個新聞 10月20號的新聞 他說屏東呢 經傳出這個火燒車意外 然後在車中發現一具礁石 那大家就想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後來才發現說 警方去調查才發現說 是一名48歲的裝姓男子 裝姓男子本來是做什麼的呢 開遊覽車為生啊 各位 新聞畫面拍得清清楚楚 您來看看這一段畫面 他當時就在圍牆邊 一個非常荒野的地方 那個火猛烈的在燒 消防隊遠遠的在那邊 射水滅火 結果在那個情況之下 大家以為就是一個 可能生活出現困難的 某一個人 結果後面一拉拉出來才發現 原來也是來自於我們 旅行業的這些同業 對 它是靠開遊覽車為生 而且他還很爭氣 他想要轉型領隊 所以他也去考了領隊的證照 結果沒有想到 陸克瑞姐 不但無團可待 而且也沒有遊覽車可開 對 所以心情欲足的情況之下 工作不順的情況之下 他就開車到無人的小巷 在這個地方情深了 生命誠可貴 但是政府有沒有給這些同業 這些業者一個機會 讓他們能夠期盼 苦日這樣 卡通內斗 但是我走得下去 你再看另外一位陳先生 這個陳先生 十年前 他是買了一部遊覽車 花了900萬 他覺得看起來陸客很多 所以我才會願意花900萬 去買了這個遊覽車 那那個時候他鎖得之前也不錯 一個月可以賺8萬塊 自己是老闆兼司機好賺 結果自從陸客縮水之後 他現在一個月只剩多少 只剩2萬塊 8萬 一個月只剩2萬塊 你說遊覽車行的老闆 最後扣到自己 本來有很多的員工 可以幫他跑車 結果自己最後去開9人吧 守著一台車 他一定要有一點收入 因為他只剩下2萬塊 所以他發現怎麼樣 我不如直接去給人家 請去當人家的勞工 去當人家的司機 因為這樣至少一個月扣下來 還能夠領個4萬塊 至少比這2萬還多了一倍 十年前 十年後 你可以講 你砸了900萬下去 十年好像一場夢一樣 所以陳先生怎麼說 他說這10年來 除了我名片上面 多了一個老闆的title之外 根本就是一場空 兩個半月的陸客風暴 陸客不來影響 兩個半月沒有談 我們今天有太多太多的視角 要帶你看進去 還有就是陸客團 一定要去朝鮮的幾個景點 那你現在怎麼了 陸客團來台灣 我們都知道 要去朝鮮的景點 一定會有什麼 台北101 那台北101的狀況怎麼樣呢 我們帶大家看進去 他說今年陸客以來 到101我們都知道 最重要就是那個觀景台 因為我很漂亮 今年以來上觀景台的陸客 少了多少 少了20% 所以台北的天空一樣美麗 台北的夜景一樣璀璨 可是硬生生就是給你不來 不來之後就影響台北101的收入 特別是近兩個月 更減少了達到五成少了一半 所以你用觀景台門票收入 一張票600塊來算的話 這足足是少了1.68億的營收 所以你看看 大陸用什麼修理你 他除了吸你的錢 吸你的企業過去的話 他用觀景水龍頭 水龍頭人不來 錢也不來 1.68億我就用短收修理你 沒有錯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陸客喜歡去的地點 在哪裡呢 就是高雄這個鑽石店 過去有很多陸客 俊相你看 過去有多少人啊 熱鬧滾滾 油軟車多對不對 但是現在你看 空空的 然後還拉起鐵門 沒有營業啊 我記得這一家其實非常低調 而神秘它很難低調 賣鑽石人這麼多 這個地方七八點而已 人身鼎費跟菜市場一樣 不是買青蔥買雞蛋 買鑽石 你知道之前他生意多好做嗎 光是一天的上午以前 一天上午業績就可以做到 新台幣800萬 結果現在他說一天 你要做到100萬 根本就是不可能 所以他的公司 從11月份開始就陸續 資遣員工 從本來高峰時期的200人 裁員裁到現在只剩下60人 好 各位 我還是關注的就是 被裁掉的那140幾個人 他們的日子怎麼過呢 這兩個半月 你可以想他們日子 一定是不好過 可是你要想說 即便沒被裁掉的人 就有比較好過嗎 你就萬幸了 你至少有一份工作 你看這個員工A先生怎麼說 他說以前生意好做的時候 在高雄 他的薪水 一個月可以拿7到8萬 很好過喔 結果現在呢 他說現在常常只能領底薪的 兩萬三千塊 23K 只頂22K 多了一千塊